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天分享养生知识,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老人上了年纪,疾病容易找上门来 腰膝酸软,腿脚疼痛,走不动路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面对的 尤其是老年人容易缺钙,导致骨质松松 我们要吃一些养生保健补钙的食物 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一道粥 经常吃,可以强壮骨落,增加钙质,补钙 老老了,推荐好,身体棒,越火越年轻 我们先准备芋头,芋头富含淀粉 维生素,可以作为主食 芋头无论怎么烹饪,口感特别的丝滑,软糯 而且营养丰富 芋头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比方说铁 芋头含有一种甜的多糖食物 能够帮助特别好的润肠通便 老年也经常吃芋头 可以补肝,易顺,比较适合脾胃虚弱 患有肠道疾病的人群使用 芋头含有丰富的甜元素 可以促进骨落的生长 有利于人体的生长发育 芋头中的钙含量很高 可以帮助清洁牙齿 保护牙齿 补充营养 吃芋头 对牙齿的骨落生长有非常好的好处 芋头是一种非常好的骨 芋头香甜软糯 营养丰富 药用脚也是比较高大 我们再准备花生 花生在食物中属于坚果类大 花生中的铁元素含量 高于其他的穀物 我们都知道 想要补充新元素 能够促进脑部的发育 增强激励 还可以期活脑细胞 有效地延缓衰老 起到抗老化的作用 花生中的维生素 B组合VC含量比较丰富 对于保持头脑健康比较重要 花生含有大量的亚油酸 可以使人体的胆固醇分解为胆质酸 排出体外 避免胆固醇在体内的成绩 花生中的卵磷脂 有助于降低胆固醇 花生被誉为长寿果 药用药是比较高大 花生中的油脂含量很高 我们要少吃 不能贪嘴多吃 食用比较多的话会引起高血脂症 从而会导致肥胖 花生也比较容易受潮 一旦发霉了 变质了不要吃 变霉的花生会含有债物质比较强大 我们再准备燕麦 燕麦含有特别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蛋白质 纤维 老年朋友们来说 经常吃燕麦 有益于身体的健康 燕麦能够润肠通便的效果 可以促进肠语的蠕动 预防便秘 燕麦中的亚有酸 有助于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 燕麦中不饱和脂肪酸 燥脚肝等成分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 肝油三脂 能够帮助血脂水平 每天吃燕麦 可以吸收丰富的燥肝 天然多糖 直接用于人类心血管 防止血管老化 燕麦中含有的亚有酸 燥脚肝 为人体吸收后 可以净化血液 降低血液中的肝油三脂的蛋固醇 可以阻止血脂升高 能够预防动脉中央硬化 我们再准备红枣 红枣含铁比较多 能够促进遭血 防止贫血 使脸色红润光泽 可以改善面部苍白 手脚冰冷 红枣所含的卢丁 是一种使血管软化的物质 可以使血压降下来 对血压有防止的作用 而且能够提高人体的棉能力 能够抑制癌细胞 红枣中的钙 铁 对预防骨质松松 贫血 都有很好的作用 老年朋友们容易出现骨质松松 我们每天吃几颗红枣 能够预防骨质松松的 再来准备莲子 莲子含有糖类 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 月亮很高 有很好的补钙效果 能够滋补脾胃 补虚 莲子性贫 胃肝 入脾经 心经 圣经 可以补中益气 健脾 此音又降火 有助于缓解心肾不交引起的心界 失眠 多梦 健忘 以及脾须引起的失少 莲子干涩知性能 一身而顾景 对于肾虚而下交不顾引起的遗经 滑经 谢谢 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莲子心 胃苦 心寒 脾胃虚弱者 选择联心 能够降火 莲子 我们可以煮粥 煮水盒 都能够很好的强壮身体 补充盖质 使身体强壮有力气 特别是老年朋友们 经常吃莲子粥 能够很好的补充身体的能量 可以延缓衰老 补充盖质 增强体质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800毫升的清水 中小火慢煮30分钟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来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个支持和点赞都收钱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芋头粥煮好就可以直接喝了 不要放糖 红枣最大的甜味 这道粥有丰富的补钙效果 容易被人体消化 也容易被人体吸收 可以调节体力的钙煤比例平衡 维持肌肉正常的兴奋度 能够防止腿脚抽筋 特别适合老年朋友们 隔三叉五的经常喝 能够帮助我们补充钙质 还能够帮助我们养胃 稳定三高 对防便秘 老年朋友们每周吃三次 老老了腿脚好 身体棒 越来越有精神 吃得好睡得香 好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